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也由此推动了铁岭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数量 规模 还有实力上全面提升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所合作 研发新产品新技术 目前在磁流变智能材料的研发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通过联盟的成立呢 我们更多的得到了与高等院校 大专院校 好多专家的一起探讨合作的机会 也为企业今后的重点发展的项目提供了大力的支持 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辽宁新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风电塔桶和高压容器生产等方面 拥有五项发明专利技术和十一项实用新型专利 公司还获得了2020年辽宁省首批邓灵企业称号 在技术创新的助力下 近三年来 营业总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7.3% 去年 公司年营业总收入实现1.2亿元 眼下 企业正在积极与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合作 争取早日在风电塔桶焊接工艺上实现生产自动化 一个是焊接工艺 焊接办法 还有自动化 用机器人 取代人工 一个是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还有控制质量 邓灵企业是指进入高速成长期 具有跳跃发展态势的企业 目前铁岭市共有像优利安和新众科技这样的邓灵企业27家 数量位列全省第四 还有科技型中小企业235家 高新技术企业136家 除鹰企业50家 这些数字的背后折射出铁岭市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断优化 今年铁岭市将围绕铁岭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大科技创新主体培育力度 壮大科技型企业群体 力争在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上实现新突破 预计到今年底 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40家以上 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50家 除鹰邓灵企业达到87家 近年以来铁岭市以起步就是冲刺的姿态 积极调度硅上工业企业开工情况 推动工业企业开足马力 稳产增产 截至目前 全市344户硅上工业企业 绝大部分已顺利开工生产 开工率达96.8% 达产率100% 近日 在辽宁三河管装有限公司 厂区内一派繁忙的景象 机器开足马力 工人们干净十足 据介绍 公司2011年落户铁岭县 一路工业园区 主要生产300到600 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装系列产品 用于楼房 桥梁以及大型的建筑工程等 产品覆盖东三省及内蒙古 近三年 企业年均工业产值2亿元以上 年均纳税500万元左右 企业复工生产后 将以海外项目 国内大型石化项目 光伏及风电项目 为主要经营方向 目前已投入200多万元 购进了50多条新型模具 生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结合国家十四五规划 我们公司将加大新品研发力度 积极主动开拓市场 全面提升品牌知名度 争取今年产值突破2.5亿元 在位于铁岭县平顶铺镇的 辽宁恒心旅业有限公司 工人也在紧张生产赶订单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 公司年前接到了200多万平方米的 铝门窗生产订单 自年后复工以来 200多名工人全员到岗 四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部运行 工人加班加点赶制订单 为了满足订单需求 公司正计划建设二期项目 今年以来铁岭市各地积极调度 归上工业企业开工情况 紧盯日用电量及其变化 科学预测产值等指标 综合研判企业开工情况 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开复工情况实行日调度机制 及时掌握企业开工 员工返岗生产达产等情况 同时积极研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进度 鼓励有市场有效益有订单的企业 根据实际情况 适当增加排产计划 针对国内疫情散发 可能带来的人员返程受限 产业链供应链受阻等风险 提前制定应对预案 保障龙头企业和产业链供应链 关键环节企业稳定生产 人才是城市创新发展的原动力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 近年来铁岭市已建设 新时代人才强势为目标 深入推进校地校企合作 柔性引进人才 实施人才工作项目化管理 那么新的管理模式 提升了双一流人才队伍整体的素质 为铁岭市现代化建设 打造骨干力量 激发创新活力 锻造强力引擎 近日铁岭县新台字镇 珠名屯村爱民蔬菜种植合作社的 黄瓜西红柿刚刚定职一个月 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专家们 便开始为种植户讲解 后续种植方法和注意事项 2020年铁岭市政府 与省农科院开展院地合作 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副所长 宋铁峰带领蔬菜所的同事 组成了技术团队 成了合作社大棚里的常客 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指导 把先进种植技术清囊传授给种植户 我种黄 以前就是啥呢 有根据现成 咱们种的那些年 我克服不了 克服不了 只好农科院的专家团队来以后 推广生物据记 就把这个难题给咱们攻克了 不仅如此 省农科院专家还提出了品种改良方案 为合作社引进新品种 新试验的品种贝贝小果 收购价每金7元钱 蔬菜卖出了水果价 通过我们这种优良的品种 配套好的技术 我们合作社 每个棚征产 达到征收 达到5000到1万元 与此同时 铁岭市通过深入推进校地校企合作 柔性引进人才 研究制定实施意见 从开展科研合作公关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9个方面 加强与高等学校 职业院校合作 帮助企业解决人才和技术难题 辽宁新华阳伟业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是东北地区最大的金属复合材料研发 生产及金属复合材料压力容器制造企业 人才引进推进了创新突破 多项产品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产品 通过人才的引进 航次企业的技术基础 推动企业的经营发展 为铁岭的经济发展 做出企业自己赢进的一个贡献 近年来 铁岭市坚持党管人才 紧紧围绕人才的隐喻用流环节 深入推进人才工作项目化管理 出台并兑现人才政策奖励2200余万元 通过校地校企合作 每年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200余人 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50余个 安排双一流人才20人到基层挂职锻炼 发挥职能部门作用 充分利用沈阳现代化都市圈 人才自力优势 做好撮合文章 做优人才项目 做强人才服务 为铁岭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提供人才资产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强调粮食安全底线 今年以来铁岭市坚持农业兴事战略 全力抓好冬季生产和春耕备耕工作 推进农产品加工项目建设 第一产业实现了稳定运行 由于全面采用了保护性耕作技术 种植了优良的高产品种 去年铁岭县菜牛镇张庄合作社的 三万多亩玉米 获得了每亩1800斤到2000斤的好收成 比2020年增产12%左右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2022年我国粮食产量 要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主产区 主销区 产销 平衡区 都要保面积 保产量 这些目标让合作社理事长 全国重粮大户赵玉国 重粮的信心更足了 我每年土地要大面移流转 今年的土地面积 很可能还要扩大 必要稳定到三万亩以上 这样说明我们在种植这块上 也有底细的去把粮子种好 以网上销售农产品为主的 铁岭立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采取互联网加龙头企业 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 整合了全市200多个特色农产品品类 建立铁岭特产和铁岭云商城 APP微商城 在天猫等电商平台多渠道布局 走出了一条电商助力乡村振兴之路 来年也想把这个产品更加丰富 在种植品种和包装上进行一次提挡升级 第一能稳固我们原有的一些客户 在一些其他的新品开发上做一些生耕 带中更多的农户和农民 还有核质市和家庭农场 把铁岭的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 有40年葡萄种植历史的铁岭县 雄关屯小白梨村 去年仅葡萄采摘这一项 就带动村民增收100多万元 中央一号文件让葡萄种植户们 进一步坚定了发展信心 今年以来铁岭市全力抓好农产品文产保供 全面保障春耕物资供应 目前全市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春耕物资总体供应有保障 种子化肥备货量稳步提升 今年铁岭市将坚决扛牢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巩固百亿斤粮食产能 采取有利措施 持之以横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 全力打造国家级农业 现代化示范区 乡村全面振兴先行区 确保农业稳产增产 农民稳步增收 农村稳定安宁 为打造办事方便 法治良好 成本竞争力强 生态宜居营商环境 铁岭市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 于日前推动实施了 铁岭市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综合窗口运行规则 规则实施后 取得了较好效果 有效推进了工程建设项目 全流程在线审批 强化了审批全过程信息共享 提升了网上审批便利度 这天一大早 铁岭凯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经理孙茂华 来到铁岭市公共行政服务中心 办理公司的工程验收手续 我们公司年初申报的 铁岭西线凯隆城的一个项目 现在完工的 具备军工验收的条件 所以说我就来办理一下 这个相关的手续 咱们现在验收吧 叫联合验收 然后验收涉及规划 质量 消防 答案和准备 再加一些施政的介入 一会儿我把材料清单给你 你回去按这个准备材料 准备完材料之后 我们会联合这些所有的部门上现场 去一次性去给你验收 据介绍 以前要办理这样的 竣工验收备案最少也要60天 自打设立了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综合窗口以来 将原来的多部门串联式验收流程 变为多部门并联式验收流程 企业只需要到窗口提交一次申报 窗口对申报材料 进行复合性初审后 就会将材料上传至审批管理系统 通过后台在各部门间限时流转 限时出具批准文件 办理竣工验收 最长在15天就能完成 综合窗口受理业务还打破地域限制 实现了全市通办 极大的方便了需要办理工程项目审批的企业 综合窗口实行前台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 限时半截出正的政务服务模式 供水供电燃气热力排水通信等 市政公用服务单位也集中进驻政务服务中心 市政公用服务包装和接入 全部纳入综合窗口办理 负责政策咨询线上审批限时半截 位于铁岭经济开发区 关台园区的廊坊莱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铁岭分公司 是去年年底落户的新企业 初来乍到 公司对当地都需要办理哪些审批手续还不熟悉 为此铁岭经济技术开发区 企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经常深入企业 为企业提供帮办代办服务 综合窗口提供帮办代办服务 是铁岭市工程项目建设审批综合窗口运行规则其中一项 要求从项目策划前期开始提前介入 全程跟踪项目进展 实时开展政策辅导 协调衔接等服务 目前铁岭市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中心 都设立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立项用地规划许可 工程建设许可 施工和竣工验收四个阶段主流程和并行流程的申报事项 并负责跟踪督促各后台并连审批部门 现时完成审批出具审批意见 城市网格化管理是铁岭市正在进行的一种 新型的城市管理模式 实现了城市管理的信息化 标准化 精细化和动态化 2021年铁岭市在网格化管理工作中 狠抓基层基础 强化激励机制 积极构建市域社会治理新格局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归属感 获得感 安全感 铁岭繁核心区 莲花湖街道 水木华园社区网格园 定期到居民金丽玲家 询问他家还有什么需求和困难 2020年 社区网格园通过疫情排查走访 了解到居民金丽玲独自抚养孙子 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为此 社区积极为他家申请补助 同时 针对孩子的学习情况 与共建单位联系了两名大学生 对孩子进行长期辅导 社区直接帮我解决了困难 没少拿他帮助我们 连孩子 他们就像跟我亲一样 水木华园社区实施四元N格网格化管理模式 结合爱社区当模范主题活动 将志愿者 物业 骗警 热心居民和党员 归类为网格管理员 还设有网格鞋管员 网格警务员 网格监督员 网格四元通过实行六臂访 六臂道八臂报工作制度 真正将服务送到居民的心坎上 作为我一个退休人员来说 在家也没啥事 就是主动的我帮着这些网格员 帮着管理管理 有的时候晚上他们忙不过来了 让我就挨个楼走一走 看一看 哪有就是外地回来点 我就及时到社区去报备 自己也是能进多少学 进多少学 据了解 目前依托居住小区村民组 铁岭市划分网格 15001个 现有网格员 19747人 通过10万党员进网格 40万志愿队伍撞网格 8000干警 抢网格工作模式 50余万人参与社会治理 雪亮工程是以区镇村 三级宗志中心为指挥平台 以宗志信息化为支撑 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 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 联网应用为重点的 群众性治安防控工程 铁岭市实施雪亮工程以来 共建设一类监控点位 4000余个 全市重点区域治安防控 实现了全覆盖 有了雪亮工程铺设的天罗地网 犯罪嫌疑人在摄像头下 无处遁形 经过多年的建设完善 目前视频监控系统 正式作为铁岭市 平安城市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公安机关 侦查破案打击犯罪 服务群众的 信息化基础手段 全市共建设 一类监控点位4000余处 实现了联网率100% 高清率100% 全市151处 重点区域覆盖率100% 基本满足了 全市自然防控工作的需要 为打击犯罪 服务群众提供了 坚实的技术保障 近年来通过科技手段 侦破案件3000余起 确保了 我是社会治安大局 持续平安稳定 未来 铁岭市将以 雪量工程为抓手 以智能化应用 倒逼推进 前端智能化建设 形成覆盖广泛 设置科学 布控高效 感知精准的点位布局 全面提升公安核心战斗力 助力平安铁岭建设 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宇斌 我是薛林 各位再见 再见